群百搖搖2013世界女子高球名人赛本周开打了 参与比赛的六位选手阵容坚强 台湾女将曾雅妮和旅日好手卢晓晴是今天主动赛的大赢家 因为一般的奖金将捐给慈善机构让比赛格外有意义 群百搖搖2013世界女子高球赛 今天上午由台湾选手曾雅妮与美国选手柯达 韩国选手普喜应语崔罗莲 在2013单轮最低感挑战赛组争夺10万美元奖金 球后普仁妃则在顶尖对决组中 与纽西兰籍韩裔高保景 韩徐赛爽金后张和娜以及台湾选手卢晓晴 共同角逐10万美元奖金 经过一番角逐 今天的大赢家分别为台湾选手卢晓晴曾雅妮 而才刚获得日本美金农精英赛冠军的台湾选手卢晓晴 对于第一次打主动赛感到很刺激 在比赛当中慢慢调整与平常不一样的心情 其实成绩也没有打得那么好 只是打对冻 然后赢了这个冠军之后的信心有比较强一点 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再进步 我今天看到16岁的力量 那我非常的惊奇 16岁可以打成这样 我真的佩服她然后学习了不少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前面很幸运 然后大家都推进然后打拼 然后就是我在第八洞打了一个Birdy 今天大家都还蛮轻松的 那我觉得今天就是我们这八位选手可以打这个慈善 然后会慈善尽一点这个心力 我觉得大家都很开心 曲买瑶瑶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和前两年最大不同的就是天气 原本设定这场比赛将是风雨无阻的严酷考验 但本周天气极有可能是三年来最好的一次 邀请六位世界高球女将同床角逐 今年全买瑶瑶以女大十八变为主题 请台湾艺术家红毅设计大型装置艺术 将运动与艺术相互结合 成为比赛的另一看点 新唐亚太电视胡淑霞张延杰 台湾桃园报导 charged请订阅 以赞 妻子欧 摆计大器